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13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两个主题,第一个中共20大路线之争,党内斗争正憨 第二个是北京闹事惊险反习标语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10月13号直播一的要问简报 第1个,10月13号有抗议者在北京市 海淀区四通桥挂起两条横幅 抗议习近平连任 那么 这个两条横幅 第1条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这话说得非常让人感动 第2条横幅写着 罢免 独裁国贼习近平 推特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 抗议者拉起横幅之后就在四通桥上 点燃了一个物品,现在看不清楚物品是什么 然后就冒起了浓烟 冒起浓烟之后就吸引过往行人注意 那么这样 声音有点怪吗,是吗 看一下 现在可以听到吗 可以吗 国贼用的好吗,国贼用的非常好 好吧 OK 好可以了 两条横幅立刻引起等候红绿灯的司机 和过往行人的围观 所有的人都拿起手机拍摄 然后北京的警察赶到现场控制了抗议者 把他压上警车带走 警察把横幅取下带走,消防员去现场把燃烧的物品扑灭 事件在海内外的网络上刷屏,那么网民称赞 这个抗议者是真的猛士,真的勇士 当即随机在网络上进行网络审查 在社交媒体上封杀,报道反习 反习横幅的事件 而且禁搜、禁发有私通桥 反习横幅的这个帖子 海淀、勇士在微博上禁搜 在微博上搜寻横幅、调幅、标语 关键词都找不到这个事件的帖子 搜查,搜寻不要核酸要吃饭的也搜不到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说中国没有反抗的人 这说明什么 中国是有反抗的人 这位勇士是千千万万反抗者之一,这是沧海一宿 只是这位勇士被看到了 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反抗者没有被看到 他们前赴后继 才有今天这一幕 我想起来1970年当时 蒋经国是 行政院的副院长,他1970年去访问美国 在4月24号,蒋经国从纽约的广场饭店 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留学生 这是个博士留学生,叫黄文雄 枪击蒋经国,但是刺杀未遂 黄文雄当时被 被这个保安人员压倒在地,黄文雄大喊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让我像个台湾人一样站起来 后来抓起来之后 这个法庭要求黄文雄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 全球各地华人为他募捐 募款 三天凑齐 这是什么 这就是民心所向 所以当时其实这件事情反映什么 反映的台湾民主不可阻挡 台湾的民主是怎么来的 台湾的民主就是这样,一点一滴这些抗议来的 你看中共统治残酷残忍 仍然有勇士在北京闹市区拉横幅 我记得今年的1月13号 有另外一名抗议者在深圳 深圳的罗湖区的口岸,罗湖口岸也是个闹市区 高举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的横幅 他这个横幅是这个 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 然后他喊 反对修改宪法 打倒习近平的口号 他的行动引来深圳市民的围观 然后结果没有,大概是几分钟吧,那么手持盾牌的木棒的警员 上前把他制服 事实证明什么 事实证明习近平倒行逆施 不得人心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阻挡 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 他们的抗争不容抹杀 这是第1,第2 那蒙古满洲里警方 10月13号发出警情通报 警情通报这么说 说10月12号凌晨3点 到北派住所警员在巡逻时发现 一名女子在小区门口的垃圾箱内 实检废弃垃圾 经查 这名女子明知当地有严格废品管理规定 仍然失字 实检废品 罚款200元 这个通告引起人们的愤怒 那么警察半夜 这个拘捕一个捡垃圾的女子 非常可耻 而且把这件事情发出通报 无耻到了天际 捡垃圾犯法 这就是习近平的小康社会 中共的无耻已经到了直冲天际了 这是第2,第3 国务院联放联控机制10月13号举行记者会 国家卫健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专家组的组长叫梁万年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 一直是专家组的组长 他说目前必须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他讲了5个理由 第1个理由是目前没有能力消灭病毒 什么时候有能力消灭病毒了,你说一下 第2 讲奥米克隆的传播率很快 所以会造成死亡比较多 这个专家组,这是什么专家组,说中国有老年人 2.671老年人 还有讲就是病毒会一直变异,无法 掌握变异的方向 你掌握过哪个方向 你掌握过任何方向了,没有 然后说这个后遗症是长期的 这是凑条数 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满嘴的胡说八道 全世界的疫情,还有疫情,全世界都还有疫情 也出现了变异株 但是全世界的变异株的症状越来越轻微 已经开始流感化 全世界都在开放边境 正在取消这个 取消的疫情防控措施,全世界正在恢复正常 只有中国在坚持动态清零 显然 在中国的动态清零不是科学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发表评论员文章 要动态清零 然后接着安排联防联控机制开记者会 也说要动态清零 这就是为习近平连任 做的一个铺垫 或者我们叫他做一个防守性的动作 习近平为了他的政治利益,让全中国人民受苦 这就是习近平连任的后果 第4 广州市花都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10月13号宣布 在新华街和花街街道 实施一天两检 你看啊,我们看到其他地方出现过 一天两检 但是你没想到在广州 广州这个 有些人说广州会比较灵活变通,可是你看到 广州却出现了一日一天两检这种 荒唐的行为 广州是封闭了两个街道的一部分地区 实施封控 那么早晚两次 进行 核酸检测 另外 花都区全区 整个区 10月13号上午8点钟开始 封控 也是封控 那么广州市在10月13号晚 通报当天有13例感染 那么其中10个病例是居住在白云区 中落潭镇 另外三个病例是从外省回到广州隔离 花都区没有出现病例 花都区政府也没有说明一天两检的原因 但是他就一天两检 上一次我们看到一天两检是哪里,是郑州 郑州高新区出现了一个一天两检的地区 郑州的高新区10月12号宣布 连续三天要进行 一天两检 如果不按时两检的话 健康码会变黄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导师梁嘉林 在中国经营报上发表文章 说一天一检是相当严格的公共卫生管制措施 即便是上海封城期间 单日感染的人数超过1万 也是一天一检 那么执行三天两检的要求 要求两次检测相隔要超过24小时 那么这说明什么 检测频繁过高难以体现样柄的 样品的这个检测样品的 特异性 形同过度资源浪费 根据第900疫情防控方案 区域核酸检测 是要根据地区人口规模 感染来源是否明确 是否存在社区传染风险 以及传播链是否明确的因素决定 也不是地方政府 说了算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 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 从外地返回的市民要求提高频次 深圳上海是三天三检就一天一检 北京是三天两检 现在开始出现了 太原是七天一检改为三天一检 济南从七天两检调整为两天一检 那现在开始 一天两检 上海的一名核酸检测采样员说 核酸采样不规范和假阴性的情况非常普遍 那么他说这个增加频次是为了提高准确性 这基本上是胡扯 提高频次并不能够 并不能够 解决这个采样不规范和假阴性的问题 第5 台湾在10月13号重新开放边境 让旅行团入境 当天就有20个旅行团入境 旅客来自泰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越南 台湾交通部预计到10月底会有230个旅行团入境 交通部的目标是今年入境旅客达到70万人次 2020年 2024年恢复疫情前超过1000万旅客的水平 不过现阶段开放边境不包括中国 中国大陆 香港 和澳门的旅客 陆委会副主委 邱垂政表示台湾目前仍然有入境人数的限制 香港实施0加3入境减移政策之后 促进人数激增 考虑到台湾防疫的问题 对香港旅客 未来进行滚动式调查 开放中国旅客到台湾旅游并非目前的优先选项 第6 俄罗斯军队连续第4天对乌克兰进行空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 10月12号 俄罗斯导弹袭击了40多个城镇 造成了17人死亡 37人受伤 基辅州10月13号上午再次受到袭击 有伊朗制的见证者 叫见证者136无人机参与攻击 俄军导弹击中了 蒂尼伯的燃气管道和电网 导致2000多户用 家庭停电 扎波罗热 电力分站被导弹击中 令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中断电源 要启动后备 柴油发电机 系统运作 南部港口城市 尼古拉耶夫被俄军猛烈轰击 一栋五层楼高的住宅被摧毁 至少有7人被买 乌克兰空军进行反击 对25个俄罗斯目标进行了32次攻击 乌克兰军方没有具体标明攻击的目标 俄罗斯边境城市 比尔格罗德的市长表示 乌克兰军队10月13号 用火炮攻击了当地一座住宅 第七 在美国上市的极禁网络 违反制裁令向俄罗斯先锋机械制造厂 出售了电脑网络设备 美国政府从2014年 俄罗斯通病克里米亚之后 就禁止 美国的实体 与先锋机械制造厂交易 从2017年到2021年 极禁网络先后向先锋机械制造厂 机械制造厂 出售了50万美元的设备 交易时 先锋机械制造厂是通过中间人带领买家进行交易 另外极禁网络的员工透露 公司曾经向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 出售可以用于军舰的通讯设备 先锋机械制造厂是俄罗斯的军工企业 生产S400防空导弹系统 激进网络发现产品被用到俄罗斯军工企业后 已经向美国政府报告 第8 中国国家能源局10月13号公布9月份全国用电量 7,092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0.9% 你经济增长会是怎样 用电量只有0.9%的增长 第1产业用电 增长4.1% 第2产业3.3% 第3产业下降 第3产业下降4.6% 居民用电下降2.8% 另外网约车 监管信息交互系统10月13号公布9月份 网约车行车数据 9月份总共收到订单5.54亿单 环比下跌21% 也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人出行大规模的下降 出行规模大规模下降 单量排名前10的自营平台当中 只有亨道出行 环比上涨14% 其余10家有9家 9月份的单量 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滴滴出行单量下降22% T3下降29% 万顺轿车 下降21% 这两项数据都显示 9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并不乐观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频数据 第9 香港金融管理局10月12号公布 中国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第3期 人民币国债 招标结果 认购是225亿 认购倍数是4倍 这笔国债总额是55亿 由财政部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债务工具 中央结算系统发行 发行两个品种 一个是 2024年到期的35亿 一个是 一个是2027年到期的20亿 将于10月14号交收 但是他没有公布人民币债券 国债的公布实际的息率 财政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减少人民币的供应 减少供应的目的是什么 维持人民币汇率 离岸市场主要在哪里 在香港 第10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协会进行的调查显示 今年8、9月 37%离职的香港企业管理层 管理人员是以移民作为离职的理由 离职的基层员工有24%以移民为辞职的原因 数据显示 现在香港的人才缺口正在扩大 大量的管理人员 和基层员工正在离开 那么 外国吸引专才措施 进取而且宽松 而且新加坡也推出了海外网络专业签证 马来西亚推出新计划 吸引高薪专业人士移民 外国正在向香港抢人才 目前香港还实施入境限制 没有放松计划 难以吸引海外人才到香港发展 香港政府应该尽快的放松入境限制 完善人才 吸引计划 好 这是今天的要文简报 好 您好